男子标枪选手郑兆村黄世锋 和男子110公尺跨栏程奎儒 第二批田徑队一行人 周四出发东京奥运 一旁地勤人员看到郑兆村 更是兴奋不已排队呛着合照留念 因为他被视为替台湾在东奥 夺下奎为53年第一面田徑奖牌的希望 但是非常期待 因为毕竟之前在争取奥运的时候 就是因为一些伤势 或者是成绩没有达到预期的标准 所以这一次终于可以达到自己 就是满意的成绩 然后去参赛 然后希望可以在奥运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表现 郑兆村战绩辉煌 2017年台北市大运 直出石破天津的 周十一公尺三六的成绩 不仅是亚洲最佳记录 放在近十届奥运 也足以拿下金牌 更横扫2015年市大运 2012年亚洲青年田徑锦标赛也勇夺冠军 号称金牌收集器 他在国中三年级的时候 就已经破了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纪录 高中也很辛苦 因为就读了桃圆农工 然后每天舟车劳顿的 要回来我瑞兰国中这边训练 教练张一红口中的郑兆村 从小学六年级开始练田径 成绩就相当优异 但仍旧每天来回奔波训练场地 31公里的路程也不显累 因为一步一脚印 是他的座右铭 这回启程前 郑兆村特地脸书信心喊话 说打包了老婆宝贝 家人好友和你们的祝福 谢谢你们成为我坚强的后盾 我要让世界知道 我这一只手臂是Made in Taiwan 田径队带着满腔热血 出征奥运殿堂 期待改写台湾田径历史篇章 民事新闻林安如周炳宇 蔡成佑桃园报道